在花蓮鐵道文化園區二館的花生課廳 持續在花蓮推動聲音相關的教育課程 二月開辦聲音人才培訓課程 包含了進階音樂製作食物班 還有初階聲音工程食物兩個班級 而五月份要舉行成果發表會 希望透過課程讓學員互相認識如何錄音等操作 產生更多音樂上的火花 花蓮鐵道文化園區二館 近期每週三晚上都傳來 正正的樂器演奏聲 原來是花生課廳 從二月開辦聲音人才培訓課程開課了 人才培訓的兩個班 初階聲音工程食物班 進階音樂製作食物班 由班主任篩選 錄取各十名來自花蓮各地的學員 正會互相協助及學習音樂製作的過程 我們這次一樣邀請 巴奈苦水來做我們這次的班主任 他大概從事音樂也是做了30年 也接觸過創作 比較多的都是自己的創作 然後還有參與製作等等 那這個是我們的音樂製作班的班主任 錄音工程班的班主任就是由我本人來做 那就是跟聲音還有工程相關的我都會在這裡介紹 那我們這次開的課程其中一個就是錄音工程班 它是屬於這次開的是一個初階的錄音工程班 那我們後來還會有進階的中階的以及高階的的班級 那會希望是能夠符合不同的需求的學習這樣 從2月中旬一直到5月4號 那我們在最後會有一個5月11號會有一個成果發表會 對成果發表會 那就是不管你今天你做到哪裡 那我們就是來發表 嗯就是他不會可能不會被限定成一個 一定要很完整的演出或是很完整的歌曲 就是一樣在我們這個課程裡面學習到的學員 他到了什麼進程 那你就發表出來 所以它是一個很真實的很真實的發表 很真實的成果 那也是讓我們在參與在這次活動跟課程中的學員 能夠也彼此能夠聽到別人的發表的內容這樣 那除了這12次的課程之外 其實我們週間也讓他們單獨來booking 時段來這邊學習 他們可能在這邊自己學習 如何工作如何錄音 然後他的器材該如何接 軟體如何接 如何操作 那我們就會另外排出時間來做這件事情 初階聲音工程班 從認識聲音物理特性 樂器編音訓練到混音 器材操作除錯訓練等 進階音樂製作班 則包含創作動機 編曲練習到錄音 以及最後的發表 60小時12個禮拜24堂課 開放給學員利用時間練習 也開放給有興趣的朋友前來旁聽 5月11日將舉辦成果發表 期盼讓更多鄉親認識音樂製作 在華聯產生更多音樂火花 這次掌帽葉華聯師報導 拜拜 不見 感谢观看